大学生放假居家无损版攻略 一 熬夜是不被鼓励的 晚起是不被允许的 早上如果有人喊你起床 请务必再喊第三次之前起床 二 居家三件套是每日必须的 吃早餐 晒衣服 蒸米饭 请务必合理安排时间 三 点外卖是被明令禁止的 一定要点的话 请确保备注不要敲门以免被发现 四 无所事事的人是不被认可的 请务必假装自己很忙的样子 建议你可以选择以下选项 家务更适合大学生放假体制的志愿者 家校更适合大学生放假体制的托儿所 德华更适合大学生放假体制的寒假工 父母更适合大学生放假体制的NPC 一旦靠近就会自动解锁新任务 保证你根本停不下来 温馨提示 有些选项加上高情商的话语技能 有望获得额外的金币奖励 五 独自锁门待在房间里面 会自动进入未知危险模式 建议小心尝试 六 进行刷手机 玩游戏 看电视等娱乐活动时 注意观察周围的环境 一旦触发生气模式 请立刻停止行为 即居家全程开启优先级模式 如果父母喊你 不论你在做什么 请立刻放下你手里的事情 前往他们的面前 最后祝您亲情还在 放假愉快